那目前來說的話大概有350多人是持贊成的一個部分 那有10個人是反對 打開電腦動動手指頭就能對市府推動共享電動交通運居政策表達意見 例如說租金的一個建議或是押金制度的一個建議 那這邊也有人表示 對於說市區內部的這個停車空間是不是有一些疑慮的部分 基隆公益青年電動機車計畫今年編列3.8億元 市府調整為雙軌制並朝共享運聚努力 市政府召開記者會說明已經在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iVoting提案廣納民意 您是否贊成推動共享電動交通運聚政策 那這是目前這個基隆市政府iVoting的第三案 那目前在這個基隆市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就已經有這個題目在上面了 那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然後或者是直接搜尋這個關鍵字 然後上網然後來發表您的寶貴的意見 那目前看到網路上已經有約有360位的民眾 然後已經發表他的看法 雙軌制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也提供了更多選擇可以給我們青年朋友來進行 就是像是這方面的部分是比較屬於短程的一個運輸的 短程運輸的一個選擇的方式 那其實也希望說能夠透過這一次民眾的一個支持 讓我們可以很順利的來推動這一項政策 針對議會關心 基隆市公益青年電動機車計畫經費使用 市府強調目前還在規劃和討論中 至於是由市府買共享運具 還是委託廠商經營都還在規劃 目前我們在研議的這個經費是從 這個公益青年就業電動機車的計畫裡面 去使用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採雙軌制 那這個目前我們要在徵詢很多的這個單位的意見 包括就是經費的使用要怎麼樣 那目前都在還在研議當中 就是各項的這個內容我們都還在討論 像市區的停車位的問題 那我們其實已經在盤點說 那市區要怎麼樣增加它的停車格 然後然後來滿足這一些共享運具 和一般的機車的這一些停車的需求 讓他們彼此之間不要互相的競爭 那其實就是針對這一些民意的話 我們也會去持續的收集 然後來看一下說 到底有哪一些地方是我們應該要注意的 那之後在政策再推行的過程中 那其實就是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大的幫助 這項iVoting政策到明年2月10日截止 再根據民眾意見具體規劃 最快要到明年9月實施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在新北市在台北市